这是刹车刹住的 我要穿模的话我要把它放开刹车 穿模的时候要放开刹车 穿模以后把刹车关住就行了 然后就是走模 走的走啊 第一根走 然后这边标签的 第一个走 第二个走 第三个 我们会提标签 嗯 进入以后夹模是合上的 夹模是要合上 然后我们有一个真空泵 真空泵的话要打开 要打开真空泵 所以 要打开真空泵 它才能往下拉磨 那边运摩一次 待会的话关闭真空泵以后 运摩是走不下磨的 我们可以查看真空泵的压力表 好 打开真空泵 像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你中风这里压得太实了嘛 舍不了 烂量温度高嘛 所以你要注意一个就是 你调短长短的袋子的时候 温度时间是不是要减少 这个问题 温度还有封口时间 短袋子嘛 长时间封口不行 看这个袋子 它不是左边扫右边多嘛 那就就可以了 丢一下哪边扫完哪边走 一般扫量的时候都是这样点 然后调完袋子以后 我们另一拿一个出来嘛 拿一个出来比较嘛 你要比较你之前调的嘛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变化嘛 然后因为你是液体的话 要湿水了 湿水的话就这样子 不冒泡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液体 然后中风这里 因为你要看你的膜 还有温度时间这些软 用你湿水会湿的烂的 这种是 你要想把它压得很很烂 的话就加一下时间 我加时间因为0.60很小嘛 这个盒子是1.4 它们同步的嘛 那我可以加到0.8看看吧 咱就烘到牢就行了呗 然后现在就打料呗 打料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把这个气接起来以后 这里不是有个堵头吗 要把气通了以后堵头 正常情况下 就是说不生产情况下堵头 是堵住的 接好气的时间看看 大概我要调750克呗 对吧 大概是这样子 放掉过来以后 不要摸以后我就 我们可以 它都是要打完料才封口嘛 对吧 你不打完要封口 它不就是说它会夹料吗 所以这个时间内容 你要把握好了